正常的起降 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是 澳门国际机场停机坪最西端旁边的一个三层楼的楼顶上 从我们这个位置可以非常清楚看到的这个停机坪 这个停机坪就是我们待会儿 我们的政府代表团两架专机将要停的这个位置 可以说我们这个位置可以非常全面的观察到 我们代表团到达时候的这个情景 另外除了我们面前这个摄像机以外 我们还在机场周围安排了五台摄像机 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记录我们中国领导人 第一次踏上中国澳门土地的这一历史时刻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在停机坪上 铺出了一条形状像英文字母 Y字母形状的这个红地毯 那么这是因为我们这个政府代表团 将分称两架波音747400专机到达 他们的编号呢分别是一号专机和二号专机 那么到时候呢一二号专机啊将并排停靠在这里 那么代表团的这个主要领导同志将分别从两架专机上走下来 沿着两条红地毯呢 呃走过来最后再会合在一起 好现在呢我们看到同时在这个停机坪上有几百名手持鲜花和国旗的这个欢迎群众 他们已经站在了红地毯的这个附近 这其中呢还包括两百名小学生 呃我们事先了解啊 呃这些小学生呢他们主要来自于两所澳门著名的这个学校 一所呢是澳门劳工子弟学校 另一所呢是有着六个豪江中学 豪江中学呢是澳门最大的含幼儿园和小学的中学 目前的学生人数达到七千多人 学校的董事长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马问奇 副董事长的则是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后华 好今天下午的今天呃到机场来迎接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呢 有全国政协副主席 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奇 还有先期到达澳门的外交部长唐嘉玄等 其他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 另外呢还有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何后华 以及特区的主要官员 葡萄牙方面有葡萄牙外长加玛和澳门总督维奇利 大家知道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 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这里 所以呢这也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踏上中国澳门的土地 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呢 自然也会吸引全世界媒体的关注 那么据说呢报名要求采访中国代表团 到达活动的各国各地区的记者呢 有200人之多 那么为此呢 机场方面还专门临时搭设了一个长15米 高将近1米的记者台 可以想象呢 当江主席走下飞机悬梯的那一瞬间 大家能够听到的除了我们自己的心跳以外 恐怕只有剩下只剩下一片快门声了 另外据我们了解呢 赴澳门出席澳门政权交接仪式 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及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 以及在澳门举行的有关活动的中方官吏团呢 也今天晚些时候呢抵达澳门 官吏团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代表 与澳门事务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 军队和人民团体的代表组成 管理团的团长呢是陈兹音 柯正平任顾问 李水灵王国章任副团长 吉佩定任秘书长 柯小刚刘明启任副秘书长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呢还在等待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两架专机 抵达澳门国际机场 那么利用这样一段时间呢 我们先向您简单介绍一下澳门机场的情况 澳门机场呢是位于澳门荡载岛东侧 它的总面积是7万多平方米 总投资呢是90亿澳门元 这个机场呢是澳门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 澳门国际机场是1992年开始新建的 历时三年的时间 于1995年3月14号竣工 1995年的11月9号呢正式投入运营 澳门国际机场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呢 是它的跑道是建在一个靠填海建成的人工岛上 这个人工岛的面积是1.15平方公里 机场的跑道全长是3360米 澳门国际机场的通行呢结束了澳门没有航空港的历史 实现了澳门同世界各地客户运输的直接通行 也实现了澳门人长期以来希望通过改善对外交通 突破经济发展的梦想 那么目前呢澳门已经同32个国家和地区啊 正式签署或草签了航空协议 并且呢有23条航线连接多个城市 其中呢大部分为我们内地的城市 那么现在呢每周大约有400到500 450到500驾次的航班在澳门机场升降 那么到目前为止啊 使用澳门机场的旅客已经超过了800万人次 那么据一位已经在机场工作了五年的管理人员 向我们介绍啊 澳门机场投入使用以来呢 曾经接待过一些大型的专机 比如说在他刚刚开通的时候呢 葡萄牙前总统苏亚雷斯 以及中国国家副主席荣毅人 都乘专机到达过这个机场 但是这位管理人员向我介绍说 像今天这样同时接待两架波音747400大型专机呢 这还是开天辟地的头一回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停机坪的情况 刚才我们向大家介绍过呢 在停机坪上呢 我们有我们看到有几百名 澳门当地的这个群众 组成的欢迎队伍来准备迎接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 这其中呢我们发现有几百两百名小学生 我们再来看一看呢 这些小学生的镜头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机场呢 是准备欢迎的人群和各方面的代表都已经站在 是准备欢迎的人群和各方面的代表都已经站在 像一个英文字母Y的这样的红地毯旁边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前来迎接的澳门特区政府的一些官员 在画面的右边呢 戴眼镜的那位呢 就是中审法院的这个 是检察院院长何超明 好刚才我们向大家介绍过呢 在欢迎的人群当中啊 有两百名小学生 据我们事先了解呢 他们主要是来自两所澳门著名的这个学校 一所呢是澳门劳工子弟学校 另外一所呢是有着67年历史的豪江中学 好我们现在看看到的还是亭基坪上的情况 我们看到的我们看到的两个悬梯啊 已经准备好 我们还看到有一个红色的这个Y英文字母Y字母的这个红地毯 我们刚才也向大家介绍过 之所以把这个红地毯布置成这样一个Y字型呢 是因为我们今天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专机啊 将有两架 这两架专机呃届时呢 将会并排停靠在停机坪上 好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到机场来欢迎的澳门当地的群众 我们看到的这些小学生 他们手持鲜花和国旗 这些学生呢都是来自于澳门两所著名的学校 一所呢是澳门劳工子弟学校 另外一所呢是有着67年历史的豪江中学 那么豪江中学呢 我们像大家刚才介绍过 它是澳门最大的含幼儿园和小学的中学 目前呢它的学生人数达到7000多人 这个学校的董事长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奇 副董事长呢则是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后华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马万奇先生 还有特区的首任行政长官何后华 阿马万奇先生 阿北梁啊 阿华 你给我问好啊 阿华 阿华 好嘛 叫我保重身体 好啊 漂亮 你一会儿还出吗 他要出哪 哇 只好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还在等待 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专机到达的情况 好 现在专机还没有到达 我们看到在停机坪上 欢迎的人群已经准备好 欢迎在机场 据我们了解将举行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 好 观众朋友们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飞机 根据我们事先的原定时间来推算 很可能就是我们中国政府代表团所乘坐的第一架专机 我们现在可以从画面上可以从画面上能够看得清楚 这是一架波音747的飞机 好 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在画面上能够看到正在跑道上滑行的就是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的第一架专机 这是一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47400型大型的宽体客机 飞机飞机 飞机现在正在跑道上缓缓地滑行 这架飞机呢 它们带来了全国56个民族兄弟姐妹的祝福 中国政府代表团呢今天将分身两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47400大型宽体客机到达澳门国际机场 现在正在跑道上滑行向林基平靠拢的是第一架专机 再过一会儿第二架专机也将抵达澳门机场 据了解坐在第一架专机上的是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和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部分成员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 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乘坐的是第二架专机 好观众朋友们第一架专机还将在跑道上滑行一段时间 等一会儿第二架专机降落的时候 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向您直播 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二架专机 现在已经降落到了澳门国际机场的跑道上 好 我们现在看到飞机已经在跑道上开始缓缓的滑行 不知道全世界每天会有多少架飞机进入一个降落 也许会有七千几万次 但是刚才这架飞机的这个着陆呢 却是具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到达澳门 而且再过12个小时 澳门这个被外国人称为Mekao的地方呢 将永远回到祖国的怀抱 澳门历史将掀开新的篇章 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中极共同参加澳门回归祖国的活动 表达了中央政府对澳门回归的高度重视 和对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对澳门人民的支持 更显示出对澳门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心 再过几个小时澳门就要回归祖国了 中国政府从此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执行一国两制的方针 实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 保持澳门的繁荣稳定 可以说这是澳门重大的社会转变 也是澳门划时代的大事 中央按及判例的主意 通过一种旧北地方 任何处跟川普伍 因何处 마음 快哭啦 快哭啦 我打算他 你借过一个 我打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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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看到专机正在跑道的尽头 正在拐弯 通过这样跑道和停机坪之间的一个引桥 在慢慢的划行 因为刚才我们向大家也介绍过 澳门机场的跑道是靠填海建起来的 所以从海中的跑道到停机坪 中间需要两个引桥把它连接起来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第二架专机 就是正在这个引桥上滑行 在这个引桥上滑行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架飞机呢 是中国政府代表团的第一架专机 也就是国务院总理中机和中国政府代表团 部分成员乘坐的第一架专机 现在这一架飞机呢 已经向停机坪慢慢的驶来 据我们了解呢 这是一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所属的波音747400的大型宽体客机 而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信息啊 今天我们中国政府代表团所乘坐的这两架专机 据我们了解呢 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信息 就是我们中国政府代表团今天所乘坐的这两架 波音747400大型客机呢 就是曾经执行过承载我们中国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代表团到香港 参加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重要活动的这两架专机 参加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重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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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中国政府代表团所乘坐的一二号专机 两架飞机都已经停在了预定的位置 中国政府代表团将于今天晚上出席澳门政权交接仪式 20号凌晨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 澳门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因此呢在此之后中国政府代表团也将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呢 来参加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及宣誓就职仪式等活动 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呢一共有82名 有国家领导人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 国务院 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 有关部门的同志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两官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两官 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五党派人士和民主 人民团体的代表团 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有 江泽民 朱镕基 前其称 十浩田 邹家华 吴杰平 何鲁力 丁十孙 陈思薇 许家路 蒋正华 王忠宇 叶选平 阿佩阿望静美 安子介 霍英东 马万奇 金书平 罗豪才 张克辉 卓琳 等组成 好观众朋友们 在通常情况下呢 飞机在停机坪上停稳 舱门打开之后呢 还需要经过一段地勤等准备工作之后 才会让乘客下飞机 而对于国家元首 政府代表团乘坐的专机来讲呢 这个过程可能还要复杂一些 因为除了地勤准备工作以外 还需要经过一些必要的安全保卫 礼宾接待等准备事宜 三个月 三个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红地毯的两侧现在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人群已经站在了红地毯的两侧 那么我们刚才向大家也介绍过中国政府代表团是乘坐两架专机抵达的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了江泽民主席已经出现在了飞机的餐门口 现在正在沿着旋梯走下来 江泽民主席亲切的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 好 我们现在看到朱镕基总理也从飞机的餐门口出现了 正在挥手向人群致意 江泽民主席亲切的向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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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澳门的儿童呢走上前去向江主席献花 好 这位小女孩呢就是曾经演唱过那首你可知 我靠不是我真名的妻子之歌的荣运林小女孩 那么荣运林小朋友呢现在是澳门陪镇小学四年级的学生 他今年是九岁 好 我们现在看到江泽民主席正在同澳门总督维奇利握手 我们今天到机场迎接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有 葡萄牙方面是葡萄牙外长加玛澳门总督维奇利 外交和合作国务秘书阿玛多 驻华大使卡塔利诺 是醜响不离 等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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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 我们刚才向大家介绍到呢 向江主席献花的那位小女孩叫荣运林 她就是唱妻子之歌的那位小女孩 那么昨天下午呢 我们通过电话还采访了荣运林和她的妈妈 当时呢 观众朋友们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卓琳女士 昨天我们在采访荣运林和她的妈妈的时候呢 她妈妈正带着她在商场里选购 今天来欢迎江主席和中国政府代表团时要穿的衣服 那么当时荣太太告诉我们说 当得知小运林要代表澳门的小朋友向江主席献花的时候 他们全家都非常高兴 她说今天不仅是全澳门人的节日 更是他们全家的节日 被告到关键的承诺让表车 唯一 开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看到了江泽民主席 以及中国政府代表团 其他成员所乘坐的车队 现在已经缓缓的启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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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这座桥 我说雷教授 平常这座桥承担的任务 可能只是连接这个荡载 跟澳门半岛 可是今天我们在看整个现场直播 包括现在看这样的画面 你们就会觉得 有的时候桥承担的这种作用 不只是连接一个岛或者一个半岛 有的时候也会 把祖国跟澳门紧紧连在一起 但是现在真有这种感觉 是的 这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来到澳门 这个江泽民主席 他们去了香港都已经去了两次了 这澳门人感到一直在期盼的这一天 中央领导来到澳门 和澳门的群众一起欢度这么一个 回家的历史性时刻 确实挺激动人心的 现在从画面上看是不是已经很快就要到引桥部分了 是的 现在已经到引桥部分了 很快到新口岸去了 这个画面上看见的这个就是喷射船 这个喷射船全部是港澳码头去香港 这个直升飞机就是刚才您在介绍口岸的时候说的通往这个 对 所以这个一切造成 这个去香港的直升飞机也得在起飞去香港 但是说现在我们的画面看到的这面港澳码头 就意味着其实车队已经使进了澳门半岛 已经使进了澳门半岛 没错 我就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连接澳门半岛和荡载岛的澳档大桥 全长2569米 桥宽9.2米 双车岛用了四年时间建成 1974年通车 用了三年的时间建设 于1994年通车 大桥看上去非常单薄 但它独特而精确的设计 却能让大桥经得起台风的袭击 如果说澳档桥像一道彩虹 友谊桥则更像一条彩带飞舞在两岛之间 这两座大桥气势恢弘 是澳门最具吸引力的景观 经过友谊大桥 我们的飞机飞临的是荡载岛 它的面积有6.3平方公里 是澳门近年来变化最大的地区 不仅修建了高级住宅区 还开业了几家星级酒店 荡载已经成为澳门的一座卫星城镇 荡载岛上的赛马场也是填海而建 这是一座具备国际水准的赛道和设施的赛马场 设有全天候适的沙 加坟已成为俊炉以下我们的金融会 需要加坡利的赛马场 帓价山的市场 域有别的赛马产 当人在罢队的赛马场 一圈地上 就只有白尾 向小阳 不要再加坏 直接加坏 当这个有岛时 这双方便在大门 感谢观看 这条笔直的公路是连接荡载岛与路环岛之间的路荡公路 它全长2225米是1996年修建的 它的通车使这两个岛连成了一体 公路旁边的这片空地是澳门有史以来面积最大的填海工程 早在20世纪20年代澳门已经有了这个大型的填海计划 这项远大的设想在十多年前又旧式重提 将这一带填海造地7平方公里形成新的路荡城 在这片未开发的土地上 首先建设的是澳门的第二个关口 路荡边捡大楼 从内地通过莲花桥经过边捡大楼就到了澳门 连接珠海恒沁岛的莲花大桥从1998年开始兴建 全长1.7公里 到下个世纪初广珠高速公路铁路通过莲花大桥 终点设在路荡城 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 围绕着莲花大桥一定能诞生一座新的城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